好 在大联盟的表现了 这是郭洪志 经过多日的协商谈判之后呢 据了解 始终没有能够获得让自己满意的薪资数字 而这确定了与到齐队要走上薪资仲裁之路了 因为郭洪志的经纪公司要求307.5万美金 大概是台币8924万元的一个薪资 到齐只愿意提出255万美金 大概是台币7401万元 这个落差超过1500万台币 所以呢 郭洪志的经纪人表示 真正上这个仲裁庭之前 不会停止与到齐的协商 一旦真的要上仲裁庭 也都会准备好 没有任何问题